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大老板投资纪录本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云顶大马股票代码4175的一家公司啦 然后跟其他天的不同,我们不以自己的视角去看这家公司的业务发展啊 以及财务数据,我们以投行的视角来看一看 他们给的目标价以及一些讯息能给到我们什么样的资讯 首先第一家有给出云顶目标价的投行叫做Kanang 他给的目标价格是3块6毛4分 以现在的股价来做计算的话 你会发现到他还有31.84%的增长啦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30多巴仙的return啦 我们做个假设啦 如果两年的时间云顶可以起到这个位置 再加上股息的话 这样子他的总回报率大概是40% 出到来一年有20%啦 所以算是一个我认为非常不错的回报了 而Kanangang的分析呢 更像是以一个宏观的视角来跟我们讲 为什么他会看好云顶大马啦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旅游基础设施融资基金拨款10亿令吉 以加强旅游业 包括为酒店修复 城市更新和遗产保护提供资金 第二个就是来自国行的5亿令吉旅游融资 还有2亿令吉用于鼓励 促进和营销旅游业 9000万令吉的款项用于推广旅游活动 大家可以发现到其实这一些资讯是怎样来的呢 这些资讯就是从我们2023年的国家预算案里面写出来的 当然我们都知道啦 这个预算案随着举行大选 所以很有可能就废掉了 但是如果大家有关注前两年的预算案啦 你就会发现到今年的预算案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财务部拨款给旅游局过后 旅游局就是讲 就是想办法要去怎样去拯救那些旅游公司 让我们活下来 可是到了2023年的财政预算案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开始主动出击了 就是来增强旅游业 来宣传旅游业等等的一些拨款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咯 而我们的财政部长就讲到了 在2022年1月至7月 马来西亚一共吸引了320万名外国旅客 然后他预计随着疫情结束啊 以及以上的拨款啦 他希望可以吸引到1500万名外国旅客 因此作为一个马来西亚的旅游龙头 他绝对会受惠于这一群外国旅客的消费 再加上政府也积极让马币贬值啦 所以照理说外国旅客应该是会增加到非常非常多的 第二个给出目标价的就是Burby Bank投行啦 他给的目标价是3块6毛6 距离现在的增长呢 还有一个32.78% OK Burby Bank的分析呢 就比较偏向于物实派 我们知道云顶大马最近的一个大消息就是啦 他要去竞标澳门的赌场生意 但是是什么情况 我们知道澳门一共有6家赌场 分别是永利、银河、澳伯、辛豪、梅高梅 跟金沙赌场嘛 对不对 可是云顶是第7家去竞标的 也就是讲 他要跟6个原本就已经在那边盘更多年的赌博公司去竞标 所以照理来讲 他获得这个值得的概率是很低的 OK 所以有趣的是啦 Burby Bank有去分析就讲 如果他拿到的话 他肯定有利咯 但是如果他拿到了 他就会消耗很多的现金流 不过其实最后一句才是重点啦 就是Burby Bank讲 他对于盈利的预测和建议没有改变 所以我相信Burby Bank也是认为啦 云顶大马很难去拿到这个澳门的合约的 而作为我的角度啦 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讲曝光度吧 就是云顶他去竞标 诶你看每个报纸就去宣传 除了马来西亚 可能澳门那边啊 中国那边啊 都会讲 哇云顶竟然可以去跟这6大赌场去竞标 所以无疑就是来提升他的那个知名度啦 因为你要人家去你的云顶玩 首先人家要认识云顶嘛对不对 所以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样子的猜测啦 觉得有没有合理性啦 然后我们来看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Burby Bank啦 他的目标价是从3块2毛半提升到3块半 再提升到3块6毛6 每一次出业绩他就去提升一次 云顶大马的目标价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 什么情况下投行会一直提升一家公司的目标价 就是他认为当下的业绩符合预期 甚至好过预期 所以他会觉得哇 这样子他应该会值得更多钱 他才会这样子去做调整的嘛对不对 OK然后Burby Bank也有提到 他认为啦马来西亚在未来 不大可能重新再有一个MCO的出现 大家觉得这个东西现在就想可能是匪夷所思 不过你站在可能一年前的角度你回看 大家就会觉得还有可能在MCO了 可是的确啦 随着这么长时间 你看疫情其实还是有人中了 不过政府已经不能再去封锁了 因为在封锁人不是中病毒死了 是饿死掉的 然后Burby Bank也有预测啦 就是2022年呢更像是重返盈利 不过要等到明年也就是financial year 2023 云顶大马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所以我认为大家如果是在疫情前就买了的啊 或是在疫情当中买啦 你应该不会建议再等多一两年的对不对 以及云顶的关键催化剂是什么呢 就是重开国际编辑 我们知道最先开放的国家是欧美地区 他们在国内开放 后来到我们国内开放 第三批我认为就是全球的开放 也就是讲外国人可以来到我们马来西亚 我们马来西亚可以去到外国 再开放对云顶集团绝对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了啦 第三下给出目标价是Hong Leong Bank Hong Leong Group啦 他给了3块9毛1 是这4家当中最高最高的一个目标价格 距离现在的股价有一个41%的增幅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写什么 我哈了到很短 但是我认为Hong Leong Bank这几个句子 就已经给到我们很好很好的一些讯息了的 首先Hong Leong Bank认为啦 2022年QO的业绩是符合预期内的 但是站在我们普通商户的角度上 可能觉得很不好咧 为什么你是没有赚钱的 只是revenue回来罢了 当然投行会有他们自己的计算方式啦 然后Hong Leong Group也认为啦 在下半年这个业绩还会持续的改善 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定为一个3块9毛1的目标价啦 然后会讲复苏呢 他给出了三个点 第一 酒店容量的增加 原本呢 6月的时候他只有6000个客房是可以用的 可是到了7月他把它提升到了7600 什么情况下会增加1600个房间 是不是你的入住率变到很高了 他才会去提升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要提升这些可用率啦 基本上你是要聘请更多人手的 无疑是加大开销 所以你一定是看到有什么机会 你才会去提升他的嘛对不对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7月提升 基本上789月是什么 789月就是来临11月的季报的一个成绩单 因此我们可以关注下马来西亚的这个贡献会不会再次增加 第二点就是主题乐园的容量增加 OK 他的户外team park 虽然讲是在今年上半年就开幕了啦 可是他只开放了15个 而在2022年Q4啦 他会增加多3个 我们都知道 年尾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学生假期 因此这个增加的游乐设施 是很有可能会带动当地的一个游客数量的 第三点就是外国访客的增加啦 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咯 市场的开放啦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外国人可以来到马来西亚旅行了 再加上我们的马币啦 1比4.7 他们来我们这边真的是可以玩到很开心 我们不用看太远 我们看新山就知道了 整个新山呢 简直就是一堆新加坡人在周末的时候冲过来消费 为什么 因为马币从1比3变到1比3.3 因此我相信啦 两年的疫情结束了 大家要去旅行的话 马来西亚也算是一个不错的考虑之一 此外有一点我 highlight到很够利的是什么呢 就是马来西亚有63%的人口是穆斯林啦 因此主题乐园将会大大带动企业机增长 讲讲 我们都知道啦 如果你跟大家讲云顶 大家第一个印象就是赌博 连我们华人都这样子想了 这样子大家去想下这些马来人同胞 他们是怎么样想的 还一定会觉得这个地方有一点抵制了他的教义 所以他们不会去选择来云顶 可是随着前几年室内主题乐园的重新装修以及开放 到今年户外主题乐园的开放啦 我相信这会带动很多的马来人去到当地消费 而我如果没有错的话啦 这个主题乐园绝对是全马最大的乐园 大家不要想成每一个人都这么有钱 一有钱就是出国旅行 还有很多的马来西亚同胞呢 他们其实budget是有限的 他们会选择本地旅行 就好像我们前几期有分享到的一家公司 艾伯哈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lature的业务 看起来小小的 不就是一个小小的玩水乐园 一个小小的冰场吗 是不是 可是它一个quarter都可以赚250万 OK 所以你可想而知啦各位 这个主题乐园的开放 它所能带到的收入究竟会是多少 因此啦 我是希望这个乐园的开放 可以让大家对于云顶的印象 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而不是跟它把赌博绑在一起 而是跟娱乐绑在一起 这样子它能接触到的人群 就会更加的广了 最后一家有给到目标价的投行 是RHBOSK这间投行啦 他给的目标价是3块4毛半 距离现在的价格 还有一个25%的增幅 他也是这4家投行里面 给到最低目标价的一家投行啦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解释是怎么样的 首先呢 他是亲自出马探房型 就讲啦 可能是他的那个股票分析员 需要当地这些看人流量 然后他就有写这份报告啦 他就讲购物商场跟主题的热源是比较少的 不过赌场和酒店反而就比较多人 然后他预计呢 旅客人数会提升 但是认为通货膨胀会造成风险 然后他也给了一个数据 就是10500家的酒店 在周末的预订啦 已经达到5000间左右了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到 这个数据跟轰用便给的那个数据 是有点吻合的 因为5000个已经预订出去了嘛 这样自然而然 他去增加他的酒店容量了 第四点他就有提到 他看到Skywall的主题乐园呢 没有排到很长的队啦 然后他收集到的一个讯息就是20个只开放了15个 三个是在今年年底开放 所以如果有去过户外主题乐园的朋友 可能来可能可以跟我们在评论区分享一下啦 觉得那个乐园好不好玩 因为我本身是没有去过啦 但是我很多朋友都有过去 他们是讲那个乐园并没有像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好啦 是可以玩不过没有到想象中的那么好玩 然后RSP呢他有讲到 反而是室内的主题乐园比较多人喔 所以这是反而一个很新奇的事情 没有想到大家更喜欢这个 比较早就开放的一个娱乐设施啦 OK最后一点还有提到 云顶啦80%都是国内游客 不过他也预计开放会吸引更多的国外旅客 大家可以发现到RSP的整篇报道啦 我没有做任何的highlight啦 因为我觉得他跟前面三家讲的都非常接近 因此我也不再重复去跟大家讲这些事情了 最后我就来给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啦 首先云顶拥有全马最大的旅游产业 也可以讲是马来西亚唯一一家 进入到30大成分股的娱乐公司啦 OK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东西的想法是什么样啦 我们要知道全马有百多千的公司 只有1000家可以上市 而只有30家呢能成为我们的蓝筹股 因此云顶他在马来西亚的地位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我本身呢其实也在这一次疫情当中啦 我认为旅游行业的复苏是一个必然的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云顶的业绩就对我的投资组合非常重要啦 因为云顶的业绩好 代表着整体的旅游行业已经正在复苏这了咯 第二点是外国的产业的营业额已经回来了 OK我们这里讲的是营业额啦 因为外国比较早开放 所以我们可以预料到的是什么事情 随着开放的时间够久 这个营业额就会回到疫情前 人们并没有因为一个COVID而讨厌去赌博 而讨厌去云顶 所以我们要等待的是马来西亚接下来这一两个季度啦 营业额到底会不会回来疫情前的水平咯 第三点就是蓝筹股加股息股加offer price啦 我们刚才有提到蓝筹股真的是很难很难才被成为的 而云顶恰巧就是其中一家啦 再来呢 它还是股息股 如果大家纵观整个蓝筹股啦 你会发现到除了银行以外 并没有一家蓝筹股可以派到这么高的股息了 再加上云顶还是有offer price的 我们拉开整个股票图表啦 你会发现到云顶两块七的价格呢 其实跟十年前的价格相差无异啦 可是大家想一下哦 十年前的云顶是怎样的 跟十年后的云顶是怎么样的 我认为啦 过了十年公司的价值不可能还是一样的啦 所以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我这样子的想法啦 当然有它的好 我们也要讲它风险的部分 那就是赌博税加政治不稳定 2018年啦 我们看到西蒙执政了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华人的政党哦 照理说它会更加利于华人的企业 可是并没有啦 我们发现到一上台了过后 它就提升了赌博税 云顶作为最大的一个赌博公司 自然而然受到的伤害也是不小的 再来呢 随着政府一直更替 再加上遇到疫情 又有繁荣税 所以我们不知道 这些税务到底还有多少 因为有一个先前例子哦 我们讲罪恶股啦 你看BAT 基本上已经被政治搞到要去掉了 云顶会不会是下一个牺牲品呢 我们是不知道的 但是作为公司的领导人啊 我相信他们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预感 所以才为什么一直往外的去做扩张 而在本地的扩张反而是以户外主题乐园为主 慢慢把它转换为一个旅游跟娱乐为主 而不要全部以赌博挂钩了 再加上政治不稳定 我们看现在的政局是非常的混乱 这样子的混乱政局啦 我认为会有一些极端的思想 就很容易延伸出来 比如讲击打这个地方 已经是完全不可以买到Toto跟Magnum了 大家想一下这个事情夸张吗 这个东西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啦 没有想到马来西亚 既然有一个周数 都可以实行一个这样子的计划啦 所以我们是不知道啦 云顶会不会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打压的 他可能不是讲 哎你我要直接关掉云顶哦 可能就讲 哎上云顶的海味我装一个收费站啊 叫做什么赌博税的 你们只要上去云顶我就跟你收一笔钱 或者是不用这么复杂 我一直提升你的赌博税 提升到够够力 基本上你就很痛苦了 OK所以这是作为云顶大马的股东 我们要担心的事情啦 再来第二点就是 美国赌场能稳下来嘛 我们看到美国赌场revenue是很不错啦 可是他亏钱的东西还是蛮多的 再加上其实啦 这近几年啦 美国的扩张速度是很快的 这些东西能不能产生回来利润 我们是不确定的 不过deprecation呢 是确确实实会影响到他的利润的东西咯 而这个东西啦 是跟疫情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的啦 就纯粹看管理层 如何跟当地这么多家赌场去竞争 并且抢到一些份额 第三点就是 下季度马来西亚的营业额 能回到疫情前水平吗 OK这个 更加贴切啦 前面两个很虚 不过第三点我认为 是我当下考验云顶最大的一个问题了的 还有多两个礼拜啦 基本上云顶的业绩就会出来了 我们可以发现到上一个季度呢 公司是亏钱的 不过你去看他的业绩 其实已经回到七七八八了 马来西亚的部分呢 已经回到疫情前7-80%的水平 我是希望啦 随着户外乐园的开放啦 基本上七八九月也没有什么大事情 或者是坏事情发生啦 也没有封锁嘛对不对 所以如果能回到疫情前一样的水平 这个就是我认为已经达标了啦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家公司有什么看法 可以写在评论区让我们知道 因为我断断续续 也成为了云顶的股东四年的时间了啦 因此以上内容可能会有一些偏见 希望大家可以消化得出当中的讯息 如果觉得视频有帮助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再见